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门前开始参加义工工作 帮助中风病人重新投入社会 他几年前中风病后倒在工作 但还记得那几年暗一天 突然可以动手 并不动手又挡手 初期边还不能再坐 已经心情跌越地狱 那時真的很丟 劉劍鴻除了希望可以幫助中風病人走出黑暗 更多自民可以多些認識和預防中風 原來他在中風之前已經有類似的徵兆 但他沒有遺憶白白錯失了預防中風的機會 又有一種麻痺的感覺 而且直接右腳軟了 走不了路 這樣我就在路邊找一張椅子坐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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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 坐了十多分鐘 那又可以動回 回到香港才算 誰知道回到香港又沒有理會他 一直到中風 劉劍鴻才知道 這些原來已經是小中風的跡象 所謂小中風 即是有血塊阻塞腦血管 造成短暫生失 影響腦血管的公血 又叫暫時性缺血性中風 和一般缺血性中風的最大分別 就是小中風從沒有症狀到明顯發作 不超過五分鐘 而症狀也會在24小時內消失 一般來說 例如幾個小時 或是一天之內 已經完全康復了 如果大意的人 就會覺得 沒事都康復了 還看什麼醫生 沒事的 但大家要強調一句 正常的腦 是不會這樣失調的 所以有的話 無論你的時間是多短也好 其實也要研究一下 不想後悔終生 自己或身邊的人 有沒有中風或小中風的徵兆 讓我給大家一些貼士 就是要記住 談、笑、用、兵四式 談就是當你發覺 自己或身邊的人 說話的時候有困難 笑的時候 衣起彭牙 兩邊臉表情不對稱 用就是手手腳腳用不了力 當你發覺有以上問題的時候 就很有可能是中風的徵兆了 就立刻要打999 請救兵 及時入院求醫 可以大大地減輕中風的後遺症 下一集再說 如果想獲得更多資訊 可以向以下的病人自助組織查詢 請救兵